娱乐圈现在是对最出名的未婚情侣,你觉得哪对最般配? 乐圈素来是有乱有差的一个圈地。很多新闻多直指明星们私下的生活不检点,什么的。 要在娱乐圈两个情侣多是明星那更加不容易,那看一下当下最出名的十对情侣你看好哪一对呢? 一、陈翔、毛小彤、郎才女貌的组合,一个歌手一个演员。 很被看好的一对,两人的关系是在2015年在微博上互相传情话,公式给大家的。 陈翔在发微博晒出与毛小彤的牵手照,他复文写道很高兴遇见你毛小彤成任恋情。 随后毛小彤转发了这条微博。 并写道请多指教。 遇事两个人在一起。 二、杨子、秦俊杰。 两人应该是因戏青云志认识的。 近期又拍了一部《龙珠》和见两人多在视野猛进冲的阶段。 杨子从家有儿女就认识,说真的现在多有点不习惯。 两人是今年开始的,杨子在微博晒出一张与秦俊杰的搞怪合照,还配文《情人街快乐》at秦俊杰。 照片中两人穿着古装,自下而上的拍摄视角让两人的脸看上去很是高怪。 秦俊杰转发评论道,我可能找了个假女朋友,前天是情人节,摊手,摊手,然后,为什么发我这么难看的照片。 三,张若云,唐一新。 大摄歌张若云,小美女唐一新。很甜蜜的一对情侣,看起来就很搭配。 两人算是很低调的,2011年在一起的,现在多已经6年了实在是不容易,最让人羡慕的一对。 四,景百然。你你。 在一起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,但是在2016年被爆出在一起,双方的经纪人也大方地承认,希望大家给他们多一些的私人空间,顺利地发展。 五,李晨。范冰冰。 这组CP很出名,范冰冰的名声实在是太高了,而且当年的环珠是三姐妹也只剩下她一个还没有结婚,最近爆出准备结婚的可能。 而李晨跑南大黑牛,也有一定的名气,两人在娱乐圈的朋友多在等着祝福他们。 我们,2015年在一起,范冰冰冰晒出于李晨甜蜜合影,丁佩伦,我们,大方承认于李晨正在热恋中。 这也是范冰冰冰冰冰冰冰出到18年来,第一次主动向大众公开恋情。 六,唐嫣。 罗瑾。 唐嫣。 罗瑾,2016年宣布在一起,那个时候好多粉丝多哭得不得了呀。 罗静微博晒出于唐嫣而适合领P图 发文我的肩膀永远是你的依靠 亲爱的你 生日快乐 爱特唐嫣高调献上生日祝福 另一边的唐嫣火速转发并配文称原来是你 唐嫣最后请定罗静 7.看亲自 纪凌晨 看亲自 新环珠格格中的新荣格格 纪凌晨是新一代的90后模特 2015年两人公开恋情的 看亲自与模特男友纪凌晨在微博公开恋情 男友纪凌晨 再多怎么大了 2016年12月9日上午 曹骏和蓝莹莹先后在微博公开恋情 9.金晨凌晨 陈跟小鲜肉 邓伦恋情曝光 两人在郊外牵手散步被开爆 脱离了人们的视线 金晨像个少女般轻松可爱 跟邓伦在一起的时候 金晨又蹦又跳 抱在一起很欢乐 才被爆出的恋情 你最看好这是队中的哪一队呢